近几个月,中共中纪委巡视组再次到各地巡视 然而各地访民奔赴中纪委巡视组的住所 准备向他们递交材料深渊,却遭到了抓捕和殴打 有评论就指出,巡视组到地方上去只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利益博弈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制,巡视组并不接受上访 所以低层民众还是有缘无处身,有问题无法解决 道路媒体报道说,贵州被列为中央巡视组第一轮巡视地区 共有6个巡视组,从3月到6月分别进驻贵阳、尊义、关林等地 5月12号,中央巡视组到达关林县 大批当地访民赶赴巡视组下榻出深渊,遭到警方殴打 20号晚,贵州省长赵克志也到达关林县 当局派出上千名警力戒备,严控并抓捕殴打访民 中国六四天网报道,共有18人被打伤 其中7人重伤,而医院里一直有警察和便衣严密看守 禁止外人看护,伤者情况外界无法得知 贵州关林县访民吴姬有说 赵克志下榻出的文化中心广场 有5个路口都被封堵,现场警力有近千人 而巡视组刚抵达关林时,警力达到数千人 另外在福建省,19号早上 福建访民听说中央巡视组要撤走 纷纷赶往省信访局 希望在巡视组离开之前向他们递交举报材料 但省政府门口来了三车保安,与访民发生了冲突 有访民被打伤 还有20号,成都各地的100多名访民 前往新金县嘉义宾馆要求建中纪委第三巡视组 接待的官员声称 他们的材料将转给省委第五巡视组督促解决 此外,中共中纪委第八巡视组 从3月28号到5月27号进驻河南省 来自河南各地的访民万金兰、江英、李明翠、李治国、宋中华、郭立霞等数百人 连续多天在巡视组下他的宾馆门前打横幅海员 河南乳洲访民李明翠说 他们在宾馆门前十多天都没见到巡视组的人 黑保安还经常打人 用水管往地上和访民身上浇水,甚至抓人 都是走不动了,到那批的,他们都给他身上浇水,也打 那这过路的看不服了,人们拍照 他都下去都给他们的手机抢 六个围住这一个人打,过路的都更多倒霉 李明翠说 黑保安还告诉他们 谁举牌子就接待谁 举牌后的访民随后会被叫去登记 然后黑保安把他们解访回当地居留 而且他们递上去的举报材料 最后又被当地解访人员以3万元买回 李明翠说 他不明白为什么担负着体察民情的中央巡视组到地方后 访民的处境更艰难了 北京时政观察人士华波分析 中央巡视组到地方 只是中央和地方利益的博弈 伪监视地方政府给他们一些压力 从而加强中央集权制 解决不了 所以他们巡视组有一条规矩嘛 就是不接受 上场 所以底层老百姓还是一个有冤无处身 有问题无法解决 华波说 中央巡视组推出十多年来 早已衍生为依靠巡视 监督牟利的特殊利益集团 让他们去体察民情 监督地方官员等于与虎牟皮